今天我們首先帶您關心的是社會焦點 要來看到是新北市關渡大橋 要往淡水的方向 在昨天有這一名騎士 想要回三隻的家 以此是因為來不及變換車道 他整個人是插進了回復室的導感裡面 頭部重創 最後宣告不知 機車騎士騎在橋上的右側車道 正準備往左切 沒想到悲劇發生 整個人插進一排回復室導感內 往前翻了好幾圈 臉部朝下重摔在地 巨大的撞擊力道 導致機車也往後噴飛了好幾公尺 遠場面相當驚悚 時機回到現場 可以看到一邊是往台北的方向 一邊是往淡水的方向 而男子當時就是要回三隻的老家 卻因為來不及變換車道 不慎自撞回復室導感 他就是想要去一般的時候 畢竟來不及變換車道之後 還想要引起 自發歷典就在新北市關都大橋 往淡水方向 十三號晚上十點多 男子騎車回家疑似因為路況不熟悉 加上天色昏暗才會自撞 中間的回復是導感 當場人車噴飛倒地不起 經過搶救後還是宣告不知 本沒有的話 機車一般都是可以靠油 然後沿著路口下降路道 但是現在播出了這個幫忙忙之後 很多人或者是不知道路的人 可能想要下降路道都已經來不及 不少民眾認為自從多了這排回復室導感存在 就頻頻發生車禍 雖然有裝設反光條上頭 還有警示燈是已用路人 但還是履傳漢式 有無存在必要 相關單位恐怕還需省慎評估 接著蔡依捷陳佳明星被採訪莫董